带大家来关心天气 今天封面逐渐的接近台湾 所以在北部的地区 从下半天开始转为不定时 会有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 再加上西南风逐渐变强之下 迎封面的中南部地区 跟昨天一样 整天都有局部短暂阵阵雨或雷雨会发生 而今天的气温方面 夜晚清晨各地低温大概是26 27度 白天各地高温还是可以飙到 31 32度 尤其是在花莲还有在台东地区 因为是位在被封测的地方 会有沉降的关系 高温还有机会飙到36度 因此外出记得多补充水分 持续来看到 气象局特别针对了两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提醒 今天在中午前后 台东县还有花东 还有花莲县纵谷都亮起了黄色灯号 有机会飙到36度的高温 提醒观众朋友 外出活动多喝水注意防晒 持续来看到降雨的情形了 北方的封面逐渐的接近台湾 各地云量增多逐渐转阴 整体大气更不稳定了 尤其看到北部地区 从下半天开始 就不定时会下起震雨或雷雨 同时伴随比较强的西南季风 迎封面的中南部地区 一整天也都是会有局部短阵 震雨会发生 尤其这一波封面 也常常伴随旺盛的对流 随机发展 因此要留意中午过后 在西半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 出门上班上课 记得攜带雨具 来看到这周的天气走势了 这一波梅雨封面将在台湾附近徘徊 围期一个星期的时间 今天封面接近逐渐转为震雨 雷雨的天气形态 在东半部要注意午后雷震雨的发生 从明天开始全台都会下雨了 尤其在西半部要留意局部大雨或好雨 礼拜二到礼拜三的降雨 是最集中而且最明显的 尤其在西半部地区 有局部短延时好雨 而且气温也明显的下滑了 在北部地区低温还会掉到19度 要特别的留意 到了礼拜五开始 封面位置稍微的北移了 中部以北的地区 仍然要注意局部大雨发生 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星期天气真的非常的不稳定 外出要记得带伞 最后来看到天气关键字 今天的天气还是高温炎热 不过封面逐渐接近了下半天开始 陆续感觉到天气不稳开始降雨了 礼拜二到礼拜四 降雨会更为明显 伴随西南风的环境 暖湿空气盘踞在台湾上空 可能会带来致灾性的大雨 要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接下来要带您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